我就是怎么吃都吃不胖的小小鱼 请基础如何学画画 请看简介区哦 日渐枯萎的向日葵 樊高一生化过十一服向日葵 他对向日葵的血爱 就像我们喜欢纸片的老婆一样 其中樊高对喜欢使用一种 名为个黄的黄色颜料 然而一个荷兰的研究团队发现 这种颜料有很强的光明性 在光照下会慢慢褪色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外力阻止 樊高的向日葵们就会像现实中的花朵一样 随着时间慢慢枯萎 目前樊高博物馆已经全面调换了馆内的光线 但除此之外还没有更有效的阻止办法 杜甫画像的骗局 唐朝伟大的大士人杜甫 相信大家都在课本上见过这位大佬的容貌吧 但其实这幅画像并非杜甫的真实长相 事实上没有任何后人知道杜甫到底长什么样 至于这幅画里的杜甫 其实是画家蒋兆和照着自己样子画的 我是江教会 1995年 画家蒋兆和受邀画一幅杜甫的画像 但他翻遍了史书 也没有找到关于杜甫长相的描写 怎么办 要不然就比着自己画了 蒋兆和先生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课本上自己的话会被学生玩出这么多花样 稀有的紫色国旗 全世界一共有将近200个国家 却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国旗大面积使用紫色 这是为什么 因为紫色很丑吗 并不是 其实是因为紫色实在是太贵了 在公元16、17世纪的时候 紫色颜料是十分稀有的 需要从地中海一种古罗的粘液中提取 提取一颗紫色颜料 需要献计上万只海螺 在当时 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物品 使用紫色颜料 那就是在烧钱好吗 直到1856年 化学家威廉发明了合成紫色的廉价方法 才结束了紫色独一无二的高贵地位 在那时 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国旗都已经设计完毕了 就导致现在的国旗显有紫色的局面 尼加拉瓜与多米尼克的国旗 是少数小面积使用紫色的国家 阳刚的粉色 男女之间不只有标志图案之分 还经常会有颜色之别 通常我们会本能地认为 蓝色代表男性 而粉色代表女性 但一个历史真相会令我们大跌眼镜 其实我们猛男最喜欢粉色 在中世纪的欧洲 粉色曾是我们猛男的代表色之一 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 粉色像血溪时候的颜色 而被赋予了血性 阳刚的含义 动画人物的四根手指 动画片爱好者们有没有纳闷过 为什么很多经典动画人物 都只有四根手指呢 主要原因是过去的动画片全靠手绘 每秒需要画14到24张 五根手指画起来工作量确实比较大 索性手指画得越少越好 果然 无论在什么年代 偷懒摸鱼都是最爽的 知识是符合文明方向的 人类对物质世界以及精神世界探索的结果总和 知识就是让你打开全力与力量之门的钥匙 阿瑟太正经了吧重来 这些个冷知识 它可能不会让你受益终身 但可以让你在机友面前装逼 在泡妞的时候大显身手 享受他人投来羡慕的目光 还有短暂的愉悦与快感 那么上车吧 后浪 装逼的大门向你敞开 诶 这器怎么没有我出场 算了 学画画就上轻微课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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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